所以昨天技嘉宣賞 我覺得華碩就接到 就一棒接一棒 然後未來股王爭霸戰的候選人 除了事情之外還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目前錄影的時間 中午的12點24分 指數大概上漲一百一十幾點 那盤中一度甚至漲到一百五十點 但整體來說 今天還是處在一個 持續量縮的狀態 因為預估量 他只有兩千八百多億 那這個量縮的狀況 極有可能在未來兩天 就會陸續解除 因為市場都還是 眾所期待眾所矚目的在等待 NVIDIA的最新的財報 以及他對於後續的展望 猜測的說法 那美國時間是23號 會公告 台灣 應該 看到相關的數字跟說法 然後開盤是會在台灣時間的禮拜五 禮拜五就是禮拜四的凌晨 應該會有這個法說的一個數字出現 所以會反映在台灣的禮拜五 所以可能未來這今天明天 估計的可能都還是比較亮 但是其實我昨天我就說了 他第二季的財務預測 是要寄生五成 那市場普遍的看法是 認為這達到沒有問題 甚至很多都認為可能可以成長到大概六成左右 所以過去第二季的財報的數字 因為全市場都在軍備競賽 都在全力搶奪 比如說NVIDIA的GPU晶片 那個毛利率高到你很難想像 據說是有1000%的一個毛利率 所以就是成本比如說10塊 他可以賺到100塊去 所以就是說這個財報一定沒有問題 重點在於 他對於後面一季後面半年 AI的趨勢的看法 以及大家的新的財務預測 我認為這才是大家眾所矚目的焦點 但是我要先讓大家冷靜一點 那就是說你不要對於 未來一季的財務預測 有非常不切實際的樂觀的想像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需求面沒有問題 中東以國家為單位的 沙烏地阿拉伯也要搶AI的金片 昨天跳出來是英國 也有1億英鎊的預算 目前還不多 也要搶AI的金片 那美國那些科技大廠 每一家都富可敵國 大家都在搶 需求面不是問題 重點在於供給面 最大的產能瓶頸 還是在於所謂的先進封裝 那台電當然他已經說要 未來一年至少擴一倍以上 問題是機器設備 你也要讓人家供應商 新雲同樹有時間準備 那陸續機器設備後面會陸續到位 機台要不要調教 要 所以都要時間 所以產能真的比較明顯會 開始有感的拉上去 我估計 可能在半年之後 所以呢 過去一季 這個AI的需求大爆發 你可以說是從 0到1 所以那個 營收突然間跳上來 把產能都失掉 未來這一季產能還擴不出來 可能NVIDIA成長就有限 所以大家要 先給大家打一個預防針 我認為可能未來一季的彩測 可能不會成長太多 但是 但是 他對於AI的看法一定超級熱 所以我預期 等到法說完畢之後 觀望氣氛一解除 想要量就會開始出來 因為最近包含大戶啊 法輪啊 大家就是沒有太大的禁書 因為覺得不急剩兩天了 等到那個看法那個數字出來 我認為量就開始 就會上來了 到時候市場還是唯一 只有一個主流 就是AI 這個趨勢是不會變的 世心他已經 連續三天在盤中 都超越原本的股王 在今天正式成為唯一的股王 所以我就說這個叫做先人植入 當市場還膠著在NVIDIA的法說 之前的量縮整理 台股新股王已經出現 他我就說這代表 市場迎來一個全新的AI的新的時代 就像以前的27年前的PC時代 華碩廣大 然後後來的智慧型手機 各自都好了十年 創造出了宏達電 大力光的股王 未來十年就是AI 現在才短短第三個月而已 新股王就已經出現了 代表這個新時代已經來的 那你一定要把握這個機運 你才能賺到大錢 銀幫昨天漲到635 我就告訴你說 我們是297 330幾塊買的 我不會叫你5600再去追高 事實上昨天尾盤銀幫從630幾塊 一路殺到剩500多 那你說有什麼利空也沒有 單純就是漲多 那我們成本超低的 所以我根本不在乎 息息還是會往上 但是我怎麼講 我說銀幫之外 很多好的標的 未來都有這個潛力的 陸續正在往上 技嘉就是其中之一啊 所以當初我就說他是銀幫第二 然後以前華碩 本來就是全球最大的PC的品牌廠 大概跟聯想可能比如說 各有擅長 那他長期跟NVIDIA 跟MD的合作關係是非常非常密切 這個是其實是很難被別人所取代 所以NVIDIA會找到他去合作開發 最新的AI的生產 AI的伺服器 這是合行合理的 而且你不要忽略說 當大家都缺晶片的時候 Coldweave有NVIDIA的投資 所以他對於要拿到他GPU晶片是有優勢的 那同樣的華碩 原本就是長期NVIDIA MD的合作夥伴 他相對其他的廠商 要拿到足量的供貨 這也是佔據優勢的 跟技嘉是非常的雷同 所以昨天技嘉欣賞 今天華碩就接棒 就一棒接一棒 然後未來股王爭霸戰的候選人 除了四星之外還有圍影嗎 像我說現在這個AI的軍備競賽 已經從大公司的軍備競賽 變成國與國之間的AI的角力 美國是以企業為主 英國是政府跳出來主導 那中國大陸大概也跟政府有關 那中東也是政府主導 所以這個軍備競賽期未來只有賣不夠 產能不夠的問題 沒有市場不夠 那台灣就是最大的AI軍火供應商 所以我就說未來台股在AI的加值之下 要過那個18619 我認為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想知道更多資訊 記得加鄭老師的LINE AI標股旗艦班正式開放招收 早鳥優惠到年底 留言我愛AI加電話即可預約 達人帶你飛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產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生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